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师克拉克 咱们这节课呢,开始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 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用到的一些架包 以及一些框架的一些介绍 那在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当中 我们引用了两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框架 分别是XU2框架 这个XU2框架呢,是基于咱们这个Final框架 在早期进行安卓编程的时候 大家应该会了解到这个Final框架 但是呢,这个XU2框架 对这个Final框架进行了一些大量的重构 当然呢,它是咱们国内的一个做安卓的 一个CircleLite,ORM以及IOC的框架 这个框架支持大文件的一些上传 并且呢,更全面的支持了咱们 经常会使用到的网络请求的HTB请求 它拥有更加灵活的一个ORM 以及咱们使用时间注解的一种形式 来实现这个针对View的一些初始化 我们这个XU2框架项目圆满地址呢 也给大家列出来了 那咱们来先看一下这个XU2框架的介绍 那我们来到Github当中 针对我们这个XU2框架 它有一些简单的介绍 咱们来看一下 XU2框架呢,包括了很多使用的一些安卓工具 并且呢,我们在使用这个框架的时候呢 会对这个网络请求 以及View操作 还有数据库操作呢 做了一些很多的便利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这一块 针对XU2框架主要有四大模块 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咱们说有一个叫做DBUtools DBUtools模块 这个又被称之为咱们这个数据库ORM的框架 它呢,对咱们这个安卓环境下 使用这个数据库操作呢 做了一个封装 这里面呢,可以使用一行代码就进行征三改查 并且还支持了咱们数据库当中实现的一些事物 还可以通过注解呢 来自定义咱们的表名、列名、外件 以及一些约束条件 当然还支持咱们的一些查询操作 那这是针对咱们数据库的一些操作 当然除了针对咱们数据库操作呢 还有这个ViewUtools模块 这个ViewUtools模块呢 它主要是将咱们这个XML布局 就是安卓当中XML布局当中的文件 与咱们这个Java当中 试图的对象进行注入 然后进行绑定处理 使用注解的形式进行操作 它对咱们这个ViewUtools的介绍呢 就是安卓的IoC框架 使用完全注解的形式 就可以进行咱们UI资源 以及一些操作事件的一些绑定 那这些绑定呢 咱们在后续的编程当中 会一一给大家带入 接下来的一个模块呢 是咱们这个HTTPUtools模块 这个HTTPUtools模块 主要封装的HTTPClient的一些请求 使我们在这个安卓环境当中呢 对服务端发起请求更加方便 这里面支持同步 一一步的方式请求 并且支持了get,post,port,mov等 一系列的请求方式 还支持大文件的上传 并且不会产生咱们这个 内存溢出的异常 那除了这个HTTPUtools模块呢 接下来有一个叫做BitmapUtools模块 BitmapUtools模块呢 它告诉咱们 加载Bitmap 也就是加载未图的时候 无需考虑咱们这个 加载过程中 出现的这个内存溢出 以及容器快速滑动时 出现这种图片错位的现象 你比如我们在安卓 加载图片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错位的现象 这种错位的现象 在开发过程当中 也是经常会出现的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这个BitmapUtools模块 直接把这些现象 给它完善掉 同样它还支持 加载网络图片和本地图片 并且使用了LRU算法 管理咱们的Bitmap内存 我们在使用这个 拆Utools模块的时候呢 官方呢还告诉我们 需要使用两个权限 那咱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权限 一个是咱们网络访问的权限 另外的一个叫做 Write External Storage 也就是咱们读取外部存储的一种权限 那下面是对咱们这个DBUtools的一些使用 就是操作咱们数据库的一些使用 这里面呢 对我们操作数据库都有一些简单的封装 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主要去使用这个VueUtools 也就是使用注解 将咱们XML当中的一些空件 直接和我们Java当中的对象进行绑定 那大家这里面呢 就是对咱们这种注解形式的一种写法 那这边呢 就是使用注解 对咱们的空件进行一些初始化 可以使用Vue Injet 跟上咱们的一个ID值 也就是我们空件的一个ID 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在Uncreate的方法当中 使用一个叫做VueUtools 调用它的Injet 方法就可以是注入咱们的Vue以及事件 当然除了能操作Activity呢 它还可以操作咱们的Fragment 这里面呢 也是一种操作的形式 当然它调用的是一个 从载的Injet的方法 那下面呢 也有很多介绍 同样这里面还有HTTP请求的 一些使用方法介绍 你比如普通的GET请求 以及使用HTTP上传文件 或者提交数据到咱们服务器 使用POST请求的一些操作 在课下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来到这边来看一下 怎么去使用这个HTTP Utools 那同样有上传下载 还有咱们这个Beatmap Utools的一些使用介绍 当然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再使用这个Beatmap Utools 而是调用了咱们另外的一个框架 来完善咱们图片的一些处理 那另外的一个框架呢 咱们是Picasso 这个Picasso呢 是一个国外的安卓平台的一个强大的图片缓存 以及图片下载的一个库文件 这里面呢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Picasso的一个官方网址 那这个是给咱们介绍的Picasso的官方网址 这里面呢 它告诉咱们是一个强大的图片下载缓存库 使用在安卓系统当中的强大图片系统的缓存库 这个Picasso呢 会将网络上加载出的图片呢 进行缓存 首先它会缓存到咱们的内存当中 然后还可以将咱们的图片缓存到SD卡当中 也就是咱们的外部存储当中 它在加载的时候呢 它会根据咱们给出的这个图片路径 给出的图片路径进行查找 首先查找的是咱们这个内存 那如果内存当中没有的时候呢 它就会去咱们的SD卡当中进行查找 那如果SD卡当中它也找不到的话 它就会去咱们的网络当中进行下载 这样的话我们在安卓当中操作图片加载 就会大大缩转咱们这个加载的时间 以及咱们这一些流量的一些消耗 针对咱们这个Picasso这个框架呢 它的主要介绍是说 图片在加载的时候呢 咱们需要一个上下文对象 以及一些视觉风格 给咱们这个安卓利用程序 但是呢Picasso这个框架呢 就可以直接使用咱们这个一行代码实现这些效果 咱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进行实现的 Picasso这个框架就可以调用一个静态方法 根据一个上下文对象去加载一个图片路径 并且将这个加载出来的图片呢 注入到咱们这个ImageView对象当中 这样咱们就可以使用一行代码 来完成咱们这种图片的加载 那接下来呢 它是对咱们这个Picasso的一些简单的使用 并且呢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框架做一些延伸的操作 比如我们在这个Picasso这个框架加载图片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重置一些大小 并且规范一下我们这个图片的显示形式 我们还可以去加载一些比如预编译的图片 我们在一些图像进行加载的时候 肯定是有一些预览师图 在图片没有加载之前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直接进行定义 那接下来呢 它就是对我们这个Picasso这个框架的一些使用 大家下去的时候可以来看一下 那我们在进行下载的时候呢 这里面有个download 我们就可以下载这个Picasso框架 咱们在使用这个Picasso框架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依赖包 这个依赖包呢叫做okhttp 我们呢来看一下okhttp它的一个官方网址 在这个官方网址当中 它是针对咱们这个http协议的一种支持 我们可以在右边呢找到这个download download里面呢我们可以下载最新的这个价包 把这个价包依赖价包给下下来 咱们就可以了 那这一块呢就是我给大家已经下载好的 一个Picasso的框架和一个Picasso的依赖价包 以及咱们这个Chariotools的一个原码文件 那我们现在在一个项目当中 来使用到这两个框架 那我们定义一个项目 比如我们就叫做点评 Clend 包名呢我们指名咱们叫做mysedu 同样我们创建一个项目出来 ok再我们调整一下这个字体的显示大小 我们把这个字号稍微调的大一点 那么我们怎么去引入这两个价包呢 咱们如果想使用这个Picasso 以及这个okhtp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价包 放在我们这个libs 这个libs目录呢 又可以存放咱们安卓用到的价包 以及三方价包 同样我就把Picasso 以及okhtp放在这里面 并且呢我们把这两个价包 buildpath 发布一下 发布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使用这两个价包 给咱们定义的一些内容 它就会在我们这个reference libraries里面进行显示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还需要有一个triotools框架 这个triotools框架解压缩了之后 这是一个master 里面有一个类库 以及一些简单的案例 大家可以在这个simple当中 去看一下咱们的triotools框架 去怎么进行使用的 同样我们这里面 还可以使用一种utriotools架包 直接进行关联操作 当然我们还可以去引入这个libraries类库 那架包操作大家已经明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 类库的引入给大家来说一下 引入一个类库呢 我们也是比较简单的 你比如我们想要去引入这个triotools框架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master我呢放在咱们这个mint学院这个工程的目录当中 那拷贝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导入咱们这个工程 比如大家要去看一些这个例子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 一盘当中在我们这个本地路径当中 导入我们triotools的simple 当然导入了这个simple之后呢 这个simple本身是支持了一些libraries 也就是我们的类库文件 所以它在给你导入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报错现象 这个报错信息 大家也可以很简单的看到 在我们这个properties里面有个安卓 在引入类库这块呢 给我们有一个插号 那我们进行把类库也进行引入 也就是我们使用import 把我们的类库也给它引入 那引入咱们的libraries 那两个都引入了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这里面就不再进行报错 那怎么在我们这个当前项目当中也进行引入呢 同样也是在这个properties当中 我们添加一个类库 把咱们这个library进行添加 发布并且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Tri-Utools框架 那我们先简单的进行一个使用的介绍 我们在这个ActivityMan当中 也就是我们的主布局当中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呢 给它添加一个button按钮 在这个button按钮当中 我们先改一个ID 咱们叫做btn 那文字呢 我们就直接使用点击实现效果 当然大家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种i18n 这是国际化 说咱们使用了应编码 大家也可以使用这种 字符串的一个引入的形式 比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clink 来进行引入 也就是使用咱们这个 at字符串的形式进行引入 这样这个警告就会消下去 当然我们后续的时候 如果不需要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给大家去写一个字符串 这样也是能拿到咱们的一个效果 那想要去显示一个按钮的点击事件 咱们在之前怎么去操作呢 我们是在前面声明咱们的一个butt按钮 比如我叫btn 然后在我们这一块呢 进行空件的初始化 我们就给这个butt按钮进行 findview.id.btn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butt按钮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butt按钮添加它的一个点击事件 setonclinklistener 这里面呢 我们给它来new一个view.onclinklistener 我们来显示一个最简单的话 比如来使用toast来显示一句话 咱们叫做make test 当前上下问对象 我们就拿这个myactivity.this test呢 比如实现了点击 duration我们可以使用这个toast 这样用它的lens shot的方法 那么写到这儿 我们在运行这个项目呢 我们点击butt按钮 在这个下方就会出现一个简单的toast 来 我们简单的运行一下这个项目 选中咱们的模型器 在这边呢 我已经开了一个gen motion 那点击效果呢 咱们就可以实现这种点击 但是这是咱们之前使用这个 FindViewByID以及声明主件的一种形式 而我们的XUtios框架呢 就可以避免咱们这些代码的书写 你比如我们把这些注调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使用注解呢 这时候大家可以来到我们XUtios的介绍当中 比如他对这个ViewUtios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使用注解 进行UI绑定和事件绑定的时候 怎么去使用 这里面给咱们有一个介绍 使用ViewInJet 说XUtios的ViewUtios 注解必须提供ID 以避免咱们代码混淆时不受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呢 在声明的这个空降上面来指明这个ID 它就会将我们这个ID 和我们加瓦当中的这个对象进行绑定 来我们在上面声明的这个Button呢 我们使用一个ViewInJet 跟上一个小括号 咱们这里面指明R.ID点 比如我们刚刚使用的BTN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Button按钮 和这个BTN呢进行绑定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在我们Uncreate的方法当中 比如它给你了一个叫做ViewUtios 调用InJet方法进行事件注入 我们呢就使用ViewUtios 调用它的一个InJet方法 当然它可以直接注入一个Activity对象 也可以注入咱们后续使用的Fragment 而使用Fragment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这个ObjectHandler 以及View对象的这种参数形式 在这一块呢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一个Activity 我就指明This 并且呢它还可以添加这种监听事件 而这种监听事件 咱们也可以使用一个OnClink回调的形式 我们在这边来给大家来写一下 比如我们叫做PublicVoid 我们叫做Clink 同样我们在这里面传上我们View对象 使用注解的形式呢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叫做ViewOnClink的点击事件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Activity注解当中 绑定支持咱们的一个OnClink事件 使用OnClink将咱们的这个点击的这个空间ID进行传入 就可以实现咱们这个事件的绑定 我们回到代码当中 我们绑定一下咱们的一个空间 当然这一块呢 我们还可以绑定多个空间 你比如我们绑定Bata按钮 多个空间呢 我们中间可以使用逗号可开 在我们这个例子当中呢 有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就使用一个空间 比如在这一块呢 我们也使用一个Post方法进行点击的实现 在我们之前这个代码给它加了个注释之后呢 我们再运行一下当前的一个项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点击这个Bata按钮的时候 它也给我们呈现了这种效果 它就做到了对我们这个空间ID进行初始化 并且实现了它的一个点击事件 那我们在这一块呢 使用的就是一个注解的形式 将我们的一个XML空间的ID 和我们这个对象进行绑定 说到这边呢 我再多说一句 就是比如皮卡索你下载的是一些之前的版本 在进行加载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代码类型的错误 你比如在我们这个引入当中 会出现一些代码错误 这个错误呢 是在之前这个官方进行测试的时候 它会用到一些方法和工具类 如果出现那个错误呢 你可以把它删掉 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去下载一下 咱们这个皮卡索最新的一个 和架包 那以上呢 就是咱们讲解的这个XUtus框架 基于这个View的Utus进行的一些使用 我们在后续编码当中呢 会经常使用到 皮卡索呢 我们在后续项目写作过程当中呢 我们依次进行图片的导入 到那时候呢 我们再给大家详细进行讲解 以上呢 就是咱们本节课的全部知识点 都是10克斯框架架架架架 вся 还可以删到 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